麥當雄 成名首本戲 十大奇案之 三郎奇案 六十年代 震動全港 你聽過六十年代 有一件案子叫三郎案 三郎案 好像沒聽過 我也不是很大 三郎案 聽過 我們好像很小 還沒出生 好像是問他拿贖金 但給不夠 接著切了耳朵出來 真人 真事 是 紅色 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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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當時真的很轟動 香港轟動了 對香港開佛那麼久 都是第一單是這麼大的案子 警方無法破案 不是做壞事的人 而是有正當職業的 所以他破案的機率就少了 難了 五屍六命 撞了他 撞了他 快點撞到他 這宗案中有案 因為他失去中後 後來三郎又綁了他父親 兩父子都是被這群人綁的 救命啊 救命啊 野狼想殺我 這宗案就破得很巧妙 人家說天網恢恢疏而不留 又有因果的 什麼事都有因果的 全部款死刑 那三個都死了 有了我帶死刑之後 我以後都沒有死刑了 那同時 香港廢除死刑呢 就是最後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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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最後執行的集體死刑 黃金陀 也曾永恥 沒死刑 迫於奇鬼 看他們 倄之後 他們撞醬 謝謝 李選 BI 感谢观看